各位,我們拍了很久 我們現在拍的結尾要四、五十組 中創都很慘 他好像拍這部戲都是新人了 但他敗家者就沒辦法了 嚴表學 他未必懂得讀 我們懂得讀 這個世界有時就很奇怪了 即是 港紅金寶 當時他也是做武術指導 那一年後 沒辦法了 開戲 家和捧他做導演 捧他做導演 我不許開工 你要簽我 為甚麼 你沒辦法 你傷了 他好命 我亦好命 我亦好命 當他簽導演之後 就去到 越拍就越好 越拍就越好 後面的戲 我都不知哪部是最賣的 我都不知了 即是他拍完三德和尚 又出了去幫些 肥龍過江 幫楊羹那些 其實是家和的辦法 他這些簽法 就不是簽 簽叫做那些 暴頭導演 都不是簽 那些洋群 那些洋群 那些洋群給十萬 那些洋群給三十萬 那些洋群給三十萬 那他就拖了八部肥龍過江 我們也有去拍的 我還有一個鏡頭去做 大哥由自己開公司 跟劉家榮 之前已經開了 那些洋群 之前已經開了 那又救人 新藝成他救的 你別弄那麼好 哪有新藝成 我們在拍《鬼打鬼》 整個《鬼打鬼》停了 出去幫他拍《鹹魚翻生》 有鹹魚翻生 有鹹魚翻生 才有新藝成 因為稟斗公司 沒錯 鹹魚翻生 我們全部停了 幫他拍 拍完就真的翻生 今天金公主老闆 咦? 可以了 可以了 死了 家和又沒有什麼 紅金寶大哥幫幾個派對 其實紅金寶這個人 心很遠 是一個很容易哄的人 是一個好人 是這樣的 當然好人有好報 後面在家和越拍越好 越來越好 他越好 我們可以遷牆身 每個月才出糧 尤其是我受傷了 我真的受傷了很多年 由這樣受傷之後 就開始想了 向幕後的那些方法去走 製片做這個製作 或者在導演那方面 就是從這方面捐 你就 人有時候就這樣傷了一傷 另一件事就迫著你去做 紅金寶就是 在家和越走越豪 後面去到五福星 五福星、人客人 那些已經是 開始 差不多 我都敢說 半首遮 半首遮 做了香港電影 我夠膽說 一定是 因為我想知道 其實早期 都是掛你們四個名字 紅金寶 袁彪 陳婉禮 林正英 你們怎麼分呢 其實沒有分 那些名色大哥 當然掛頭牌 袁彪做男主角 也會掛 正英 我不要掛 掛前掛後 也沒有所謂 其實全部都一起量 你們四個人 當然有個頭 大家 比如肥佬說 那場戲 劇情大家都看了 這樣打 我覺得 他從哪裏上來 過程都告訴大家 先聽聽 然後我們就讀 那時候都會在他家裡讀 那時候他搬去西貢住 都是獨立屋 在他讀 讀完之後 去回宴泉 但是 讀之前 我們已經有那個景 知道那個景大致上 是怎樣的情況 需要不需要上 需要不需要下 需要不需要下 需要不需要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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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熊根本很拿主意 整個 模型都模了出來 然後我們 實實製製的那些招數 怎樣打 怎樣起腳 怎樣達 怎樣成 去到現場 跟著 對不對的 改不改的 肥佬拿主意 我們很喜歡鬼打鬼 那時候是怎樣去想那些茅山 再加一些動作 再加喜劇 所以鬼打鬼這部電影 成功就是非僥倖 鬼我們拍了很久 剛才我們說的拍拍又停的那些 鬼打鬼就是我們拍Ending那場 兩個飛來飛去 醒神上身 我都不知道拍得多久 就是 正式我也忘記了 我想都超過四十五到五十組以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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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來的 是 是 那時候是夜景 那個 叫做 家和片場 上面那個空地 空地 是怎樣的 你想想整個鬼的鬼拍都 一年多 一年半 是 是 是 因為 肥佬打雞蛋 扔僵屍 那時候 我們變成拍十幾天 有些人發現 有些人發現 你們是否也做替身 有人發現那隻僵屍是圓標 什麼都要做 什麼都要做 總之就是 這個動作 這個做得好不好 還不好 換衣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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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不多 成了一個 班底 就是剛才你說的 洪家班 那班底 洪家班的班底 基本就是這樣 整出來的 那些師兄弟 就是我去召集的 就是 粉工花那裡執 一個 洪金布他們自己的師兄弟 他不會叫的 原武就是我叫 叫回來的 他不會去叫 因為他有很多師兄弟 很多師兄弟都很聰明 他不叫 我去幫他組織 這個好不好 那個好不好 那個好不好 你這樣的價錢 你這樣的價錢 好的那些都是五天 是啊 那時候幾千元一個月 你知道嗎 有沒有說怎樣形成 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就是洪家班 在賺千山之後 賺千山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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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家仔之前 嗯 我覺得 需要班底 我說 怎樣都要 我說 你怎樣都簽 四個 不行就四個 我說 後來賺千後 還有七個 八個都不知道 沒有師班底 啊 是啊 他還有副導演 就是他 他的表弟 錢良 那班 那班 咖哩歌 那班 咖哩歌 也算不算嗎 也算不算 那些是 那些是 經常遇到有份 就是這樣 嗯 就是這樣 他喜歡的演員 他自己的部部戲都用 就是這樣 那個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連詠春的 有時候在 無線也有做演員 那個叫什麼名字 李海生 李海生 是啊 李海生 第一部戲演 林世榮那些嗎 林世榮 梁家仁做藍珠角之前 好像很早就有了 那你有沒有說 其實好像鬼打鬼 或者人客人 那些這樣的 茅山家 動作或者家喜劇 你們怎樣去想呢 那些有趣的東西啊 或者一些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每次 就是 想了一部 他們想了一部 編劇組 就量了出來之後 就拍板去啦 嗯 去到去 去 動作設計的時候 那我們 和這些 編劇組 都幫 幫忙聊天 我們在這裡 因為 我們真的不懂 不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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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 那些 那些編劇 不知道他們 真的在很多 那些書本裡面 他們會抄到的 那些他的很多 黃英啊 那些 全部 文膽 來的嘛 那時候 我記得 我是最記得 鬼打鬼 其實結尾都有 刻度 那些 茅山 那些鬥法 其實 在最終的 曾志偉 我們只是去澳門去讀那場戲 我們為了讀那場戲 十二三個人去了澳門 不是去賭錢 去讀那場戲 在酒店房裡大家一起 讀完後你們去洗澡 總之每天都在那裡讀 讀了兩個多星期 只是那場戲 因為說孫悟空上山 只是那場戲 現場怎能讀到 那些不是打架 招數 有一個你推我推的茅山招數 所以文武穿叉 那些什麼神仙話 他們又說完這些 那些什麼鬼 對呀 什麼都穿叉 所以一場好看的戲 都不是說 沒有下功夫 就好看 我不相信 人客人呢 因為鬼打鬼得了之後 人客人會不會有 那個去法又不一樣 有些人的結尾就去到那一段情 就是打鬼咎虎 有些特技 打鬼咎虎 如果一部戲都是一個調子 你被人說你沒有用心 對嗎 那你可以基本上那幾場 前面那些可以 像樣子一樣都不緊要 但是那個中心點 你要有才行 我們在人客人 台灣有本小說 叫打鬼咎虎 他們自己都好像拍過 打鬼咎虎 在打鬼咎虎那裏 抽這一段 貼到結尾那裏 明白嗎 明白嗎 那你就變了有一段 有一段好看的過程 我現在這樣說 是呀 因為他又很有趣 又弄到一些鬼差的東西 很容易一點 那些是呀 我們大哥 不知道怎麼拍鬼 真可憐 真可憐 你這樣行不行呢 試一下吧 不然怎麼拍 畫嗎 很酸啊 你說結尾就是差不多整個結尾 落在鍾楚紅那裏 是呀 我這樣說你就知道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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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幫我想很多事情 是否幫聰曹雄替 還是怎樣 他自己會不會想自己去親身去達 其實這樣的 我們每段都要 心思熟慮的 結尾的話呢 其實聰曹雄都很慘 他都要投入 他好像拍這部都是新人 是呀 挺慘的 是呀 因為我們在十四鄉拍的 是呀 很冷呀 晚上在十四鄉拍 很冷呀 不知為何無端在十四鄉拍 我們闖景都有 好嘛 想起 想起我這個不知為何 這四個字 原來是要趕 我們要趕 因為那個年代是 家和出什麼片 邵氏爺出什麼片 新麗城出什麼片 即是那時候香港的電影圈很熱鬧 熱鬧到不得了 那時候伍爺牆的 假期的 要打鬥的戲 那時候是良性競爭的 所以那時候的電影 每個都 每間公司都用心機 拼命的 你看新麗城 七大高手呀 新麗城呢 麥家 石天 曾志偉 黃百明 徐蝦 徐蝦的老婆 還有你修賢呢 永家在那邊 你真是 那時候香港的電影是 真是很精彩的 很刺激的 有本勁的 中間有一套 敗家仔 敗家仔是不是都 拍了很久 他們又去台灣拍我們 哦 因為那時候街道 香港沒有 我們就去台灣拍街道 我們拍家仔呢 就是黎雞師傅 做我們的顧問 黎雞是詠春高手 打得非常好 我們個個都不認識 我們的詠春就是黎師傅教的 是否真是贊先生開始 就是那部戲 就是那部戲 就是敗家仔 其實贊先生和酒前華已經是 沒有教那麼多 但是敗家仔就沒有辦法了 要研究學的 我們沒有術士 我們不懂得讀 我們都要學幾個手才行 就是這樣 黎師傅就強行教 就強行學 如果真是你們不熟 那樣說你們怎樣讀 你們就更加麻煩 黎師傅在這裏 長長的都在這裏 他未必懂得讀 我們懂得讀 但是我的手 我們未必懂得讀 黎師傅就知道 這樣做耕手 下去下去 踢馬耕手 他們可能講了詠春那些 大約是 伏 那些 然後你們就怎樣再變 變得好看一點 不過我想說一下 紅金武大約哥 那種捧人的方法 你自己有沒有 記不記得 好像鄭英哥 由初初你們做武術指導 他怎樣去壞家製 找他做主角之一 你知不知那個來龍去脈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捧人呢 就是都 我不 當然有 我們這行 有些很有經驗 那些 暴了很多年才捧人 我們哪有這些 本事 只不過剛才我們講開 鬼打鬼 這麼收錢 公司叫你拍 你不拍 我們叫你拍鬼 你不拍 我就叫你靚拍 叫你靚拍 靚英都好像 曾經 不知道在哪部戲 做過道士 人厄人 做過 人厄人 人厄鬼也有 那你叫靚英 就是這樣 不知道會這麼厲害 不知道靚英 這部戲之後 這麼厲害 所以這件事 不是我們 預先想出來 是沒有的 天時地利 是啊 老邦說 大哥你不拍 你那些年輕人拍 你找我出來就行了 現在 點子冰冰 就點了 劉冠米 來拍 今天 點子冰冰 就點了精英 來做那個角色 這些全部是 夾夾夾夾夾出來的 哦 不是說哪一個天才 這部一定可以收得 那敗家仔那些呢 如果敗家仔做良意剃 那些是怎樣 敗家仔的良意剃 就是肥佬件出來的 哦 因為他特意要剃光這些毛 對 沒有了眼眉 對 一敗家仔我們 你想想 我們這班武術指導 每個人都跟黎師傅都 起碼都 不打得好 起碼擺個妝都會 已經 如果演員你不懂擺 但永春是很難看的 嗯 永春是令樹一格的 嗯 很難看的 就算洪拳也令樹一格 是不是 啊 五馬先生呢 你自己對五馬先生有什麼 他也是在雄家班 貢獻也很大 你自己對他的印象 其實五馬先生來說呢 我當他一個師父 嗯 在他身上學得 不是說只是學拍戲 嗯 學了做人 是 我真的在他身上 看到他的 他在 他在 在我們這一行 即是我們這一輩子的這一行 是屬於是一個 前輩的前輩 因為他在張徹那裏已經開始 是 前輩前 還有他在張徹那裏已經做導演 是 是 他很聰明 是一個 是一個 所以那時候 一個 洪金寶命 命 命好 也 很聰明 是 第二 都加了幾個文膽 在那裏 五馬是一個 相當有電影觸覺的一個人 而且自己又做一個大導演 然後自己又這麼古靈精怪 今天再加上 Barry那時又是這麼厲害的文膽 是 就是 旁邊那些文膽 沒有 沒有 就不說了 就是 有了 再加上 洪金寶本身那種 觸覺 拍電影那種 觸覺 真的 我未曾試過 有一場戲 我們大家 讀不到之後 站在那裏 不會讀 洪金寶就解決了 不只是我們 即使 李麥家 石天 或任何高手 在那裏 電影圈 大家有時候讀到 站在那裏 肥佬在那裏 他又搞得好 好不好再說 他先拆電 拆好之後 拍了 明天看片 不太好 咦 已經有了個改 嗯 重拍那裏 嗯 是嗎 電影是摺摺的 是 不然看了不行 再再搞 是吧 即是他跟我們拍的那些 方法 完全不同 一百百百度 很穿 爭了很久 嗯 其實我們最難拍的 是一場 一場 如果有個CID 或者警察 以為打擊 拔槍 就 嘭